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它整体的配置是非常好 3.6 Turbo的引擎发动机起步非常快 外加它配了21寸的运动版轮毂 还有红色卡钳 其次它的马力是比Base多了140 所以是440匹的马力 DTS的百公里起步为5.7秒 而且它启动的引擎声音非常好听 它带有空气悬挂 所以整个车的步调就比较显得更运动一些 特别适合像我这种又爱SUV 又爱追求速度的人 那DTS的外观非常大气时尚 它的大包围车身显得非常厚实 而有安全感 那当然我也不是一个只看外表的人 那内饰它的空间也是非常大 并且它配备了Base的音响 所以一个人晚上开车听听音乐 也是非常享受 还有它的后备箱也足够大 总体来说是它既体现了高端大气上档次 又体现了经济实用 好 我们现在来到卡焰GTS的里面 卡焰GTS是卡焰里面配置最为丰富的一个车型 它拥有了很多卡焰都没有的功能 比如保持街最罕见的无时启动功能 要是在这里 我们也是可以通过这边来打招呼的 然后方向盘是一个比较运动的体皮包囊 三副式的设计 上面没有什么多余的按钮 就是你的必须的按钮音量 然后上下接电话挂电话还有返回 那么它有这个纯金属的拨片 是我开过这么多SUV里面手感最好的一个 没有任何的松动 那个感受就是很扎实的一个换挡的感觉 然后卡焰是我觉得拥有一个很实用 但是很多车都没有采用的功能 就是它遮阳板的一个设计 在这里 它是有两片式的 你可以先打开这个 把这个翻过来 然后还有一片 你可以左边也挡 前面也挡 这是我觉得一个很实用 但是很多车却没有的功能 整部车的内饰 从门板以上的 包括整个车顶 都是采用一个麂皮的设计 它那个手感还有看起来也是非常的高雅 那么TTS到底多了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中控这个区域 我们能看到 我们能看到基本上所有的按键都是满满的 在这个区域呢 我们能看到一个越野的设置 避震的软硬的软硬模式 还有车身的高低 一般这两个呢都是普通卡页没有的 然后再下来我们有运动模式 关门车身辅助 关门车身辅助 自动启停关门 然后那个排气的声浪模式 还有这个电线辅助 这个都是卡页TTS标配的 下来就会参考辑 开始下来我们收到木了 下来我们下来看看